大家好,我是荣儿 今天我们来做红豆沙 这个版本做出来的红豆沙适用于任何甜点 红豆沙分为水性豆沙和油性豆沙 而油性豆沙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原因是油性豆沙硬度高,水分含量低,保持漆长 非常适合用来制作蛋黄酥、月饼等其他典型的内馅 准备500克干红豆 清洗干净后加入适量清水浸泡10个小时 夏天记得要放冰箱 泡好的豆子轻轻一捏就碎了 倒掉浸泡的水 加1500克的清水 放入电饭锅里煮 煮到水分收干即可 我是差不多煮了两个小时 时间虽然长了一点 但效果一点都不比高压锅压出来的差 你看红豆已经完全煮烂了 趁热马上取出红豆 加200克食用油 200克麦芽糖 麦芽糖比较硬 胃开盖前可以放入热水中浸泡一下 浸泡之后会很容易倒出来 300克白糖 拌匀后就赶紧倒入料理机中打碎 红豆只要充分的煮烂了 一分钟就能轻松打成糊 非常的细腻 全部打好后就可以开始炒豆沙了 将豆沙倒入不张锅内 先反炒一会儿 我用的是电陶弩 600瓦就够了 如果你用燃气的话 火力记得要调小一点 千万不要心急用大火 同时搅拌要勤快一点 避免豆沙受热不均匀 产生结块 同时也要防止炒豆沙的过程中 喷溅碳判删自己 一直不停地搅拌就对了 因为油 白糖 麦芽糖都混合进去了 而且经过料理机一打 已经混合得非常均匀了 比打好之后 分次再加入油和糖的那种方法 简单太多了 一直炒到豆沙慢慢变干 变得粘稠 我一共花了35分钟左右 当用刮刀在锅中划开豆沙后 在锅内形成一条很深的纹路 能长时间保持的话 这个豆沙就炒得差不多了 用来制作豆沙包或者吐司之类的 豆沙口感要湿润一些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说做蛋黄酥月饼的话 就再继续翻炒一会儿 当铲子摇起豆沙 可以大块地滑落 翻炒豆沙的过程中 也不会沾上豆沙 这就是豆沙最好的状态了 可以关火了 稍微冷却后 密封冷藏 或者是冷冻保存 豆沙会有一些油吸住 食用前再揉匀一下就可以 我这里是稍微放凉之后 搓成团的豆沙 有点软 但还是能团成球 这就是质地非常细腻的红豆沙了 平常制作面包 糯米糍等 经常需要用到红豆沙 外面买的添加剂太多了 自己动手制作 干净又健康 喜欢就点赞 收藏关注我吧